好来看到玉里镇协天宫齐安离斗法会4月5号第一天旗鼓开箱 那么花莲县长徐真卫立法委员傅昆齐立临参乡 那么徐真卫呢是再一次的呼吁民众要尽快施打疫苗之外呢 并且要做好防疫措施 花莲县长徐真卫以及立法委员傅昆齐一早就来到玉里的协天宫参乡礼拜 众星诸神并行三贵九寇首礼 齐心祈愿众神庇佑花莲县五谷丰登百叶兴旺亦互佑花莲 赶下来应该还是要跟大家报告 因为现在疫情无论是 无论是亲政或者是我们现在 来请大家央港冠军兰第三次请要拿好 打好打满把自己的防疫能力提升 这样子整个全民的覆盖疫情到以后 是对整个安定国家的安定地方的安定是比较好的 徐真卫感恩诸神菩萨护佑花莲和家康太 并且齐心祈求上仓持续庇佑 全谢民众安乐健康平安富足 他说感谢信众们对信仰的坚定和忠诚 在社会动荡不安时 应要有信仰来安定心 心安定了人才会平安 家庭才会和谐 社会也才能安定祥和 并且也呼吁民众尽快施打疫苗 保护家人也保护自己 记者高双双预理阵采访报道